23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法案总共提及了台湾467次 美国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授权未来五年提供台湾100亿美元军援 并要求加速处理台湾军购请求 法案还呼吁美国和台湾举行联合军演 以及邀请台湾参与2024年的环太平洋军演 此外法案也授权总统动用总统拨款权 每年从国防部库存挪用价值最多10亿美元的防卫物资或服务给台湾 22号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签署法案时 引用前英国首相丑吉尔1941年的演说 表示美国仍然致力于捍卫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自由和民主 同一天美国国会通过了2023年综合拨款法案 授权给台湾20亿美元的军事贷款12年内偿还 对此中华民国国防部表示 美方此举展现对台美关系及强化台湾安全的高度重视 国防部诚挚感谢 外交部也表示美方此举高度展现 美国支持强化台美全方位合作的坚定立场 为了将以稳健步伐逐步推动各项友台条文的落实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汉张其林综合报道